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道周五英文一起讀 上礼拜有个观众留了一个言 他问说能不能做一下Jibarrow 还是念Jibarrow 其实我也搞不清楚 但总之他问了这个字 我不知道是什么 所以我就Google了一下下 结果看到原来是Netflix上面有一个动漫的 动画的一个剧 Animation 已经演了三季了 但他短短的 然后他是独立的一些单元 所以你不用说是有那种压力要追剧 因为他每个单元都独立的 然后他在他第三季的最后一集 就叫做这个Jibarrow 然后我有Netflix 所以我就看了一下下 所以今天这一集 整个就是剧透光了 要是你还没看的话 你可以现在关掉 我不怪你 因为我就要把他的剧情全部讲完给你听 那也或许你也可以把他看完了 把我这边看完了 然后你再去看那个剧 因为说真的 他也没有说是那一种 有那种就是有一个梗扑到最后 然后你说哦这样子 没有 OK这个剧就是 就是老老实实把剧情走完 那当然他有 有一些转折 你看了解释之后你才懂 因为事实上我在看的时候 我其实搞不清楚他的一些剧情发展 那直到我读完这个之后我才说 哦对哦 好像白痴 你可能还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我们现在马上来走看看 所以他这个剧叫做Love Death and Robots 所以很有趣的一个名字 就是这个剧的名字叫做爱死机器人 有爱有死亡有机器人 那的确这个剧里面就充满了爱 充满了各种死亡 以及很多的机器人 好所以就这样 那他的这个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 他的这个Jibarrow还是Jibarrow 其实我还是不知道怎么念 我猜是Jibarrow吧 那他的recap跟review recap就是把它重新看一下 然后他还给了一些评分 不过评分我们就不看了 我们就走一下这个剧情 其实就很够了 所以这里说了 Episode 9 9 of Love Death and Robots Season 3 begins the final episode of this volume with a group of soldiers trying to thwart a siren who dances in the lake and turns all the soldiers against one another Interestingly though One of the soldiers is actually deaf and as such the siren has no effect on him 所以我先读完第一段也能听 所以他的第九集 那在这个volume 所以他这里的volume的意思 一般来说volume的意思是量 那你说我们今天 我们工厂生产出多少多少的什么东西之类的话 你就可以把那个称为volume 或者大概capacity也可以 那音量也是这个字 所以没问题 那他这边是第三季 这个季他就叫做一个volume 所以这个volume的最后一个episode the final episode episode就最后一集 OK 所以他这一集 就一开始就是 有一群的军人 有一群的a group of soldiers soldiers就是阿兵哥 trying to thwart a siren siren这个词 是一般来说是讲希腊神话里面的赛任女神 还是女妖 女妖精 他就是会叫很大声 然后这个字就被延伸用到金石金石 警车 救护车上面 我们也叫他siren 同一时间 他也是starbucks的logo上 那个绿色的 我们可能有人以为那是mermaid 那是美人鱼 其实不是他是siren 所以他们想要来thwart一个siren 那什么是thwart 你就可以把他理解为就把他推翻掉 把他宰掉 把他杀掉这样子 那这个siren很有力量 因为他的确也就是会叫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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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所有人听的时候就会被精神上受影响 所以他们试着要thwart这个siren 那斗点后who就是这个siren会干嘛 dances in the lake 他在湖里会一直跳舞 而且他在跳舞在叫的这个过程中 他就能够把所有的soldier呢 turn他们against one another 这里的意思就是让他们互相残杀 所以他们会精神崩溃然后互相残杀 turns all the soldiers against one another 但是很有趣的是 Interestingly though one of the soldiers is actually deaf 其中一个soldier竟然是龙的 所以这个故事其实似乎也就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本身就是存在于某个文化里面 就是赛任的这个女妖精 以及有一个龙武士这个 龙阿兵格龙兵士这样子 龙就是那个龙字的龙 那death这个字 金时金时其实已经不是一个政治很正确的字了 我们不太会直接用death这个字来形容人 所以我们金时金时的这个euphemism 就是那个缓和的一点那种委婉的说法 如果你要讲death的话 大概会是hearing impaired 那你也可以是像如果你是blind 视障的话visual impairment so somebody is visually impaired 当然我知道可能这并不是完全能够相同的概念 但我们现在多半是这样说就是了 好anyway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龙子 and as such 这个as such是什么意思 那就如一个龙子这样 所以既然它是龙子 这个siren对它就没有影响 so as such就可以代替掉那个名词 so as a deaf person the siren has no effect on him 好这样ok了 with all the other soldiers killed this deadly battle soon turns into a fight for survival 所以在所有其他的siren都被杀光之后 这里all the other soldiers 也就表示真的杀的只是他一个人而已了 只是那个龙子的而已 so with all the other soldiers killed 那这个with的句子其实是英文中很常看到一个很不错的用法 就是我甚至在那个补习班里的文法书 他有特别教这个句型给你 所以这个含金量很高可以这么说吗 所以with名词之后加一个豆点加主持动词 这个结构是英语世界里面大家很常用的一种构句方式 这个概念是在这个名词呈现什么状态的时候 所以这个名词后面其实你可以再补一个形容词 或者你的形容词可以补在前面 ok 然后再加这个名词 所以这个形容词是加前加后都是有可能的 那它的表达就是这个东西在这样的状态下 然后后面呢这件事情怎么发生 我们照个例句来试试看 否则我只讲这样你会听不懂 好所以在这个我的钥匙不见了的状态下 我是打不开我的家门的 so with my key lost I cannot open my door ok so with my key lost I cannot open my door 就这么简单一个句子 ok 或者再说一个随着我的健康 渐渐一年一年的下滑 我不再能够玩剧烈的运动 例如说篮球打得快打不起来了 so with my health waning over the years 在这些年中慢慢的这个wane就是慢慢消退消消退掉 so with my health 或者你可以说deteriorating over the years I no longer play contact sport like basketball 因为我可能怕撞来撞去之类的 所以这个例句也ok 所以就是with名词加形容词 或是形容词放前面也可以 所以例如说有着一颗碎掉的心 我不太愿意再去谈感情 所以with a broken heart I am not willing to get into a relationship again 所以你看也可以是放在前面的这样子 ok 所以with all the soldiers killed 所以在所有的soldiers被杀光的情况下 所以这一个这一场仗 deadly battle 这个致命的battle 很快就变成了一个a fight for survival 所以变成一个想要存活下来的一场 这里这个fight已经不是打仗了 这个fight这边不是打架 也就是挣扎这样子 挣扎的想要活下来 the soldier flees 所以这个the soldier就是谁 就是那一个了 所以这个soldier落跑了 flee heading off alone into the wilderness to try and escape 所以他进去的那个 这个wilderness就是野外了 简单的说 你看里面有wild的这个字 所以他的名词变成了wilderness 所以跑进了这个野外 然后试着跑 就从湖那边跑离开 就跑跑跑跑 他累了 他睡觉了 so that night while the soldier sleeps the siren approaches and dances around him 所以这个siren好像一个 调皮的小女孩一样出现 然后在他身边跳来跳去的 eventually resting a hand over him and sleeping alongside the man 所以他最后呢 他竟然他的手就搁在他的腰上 然后跟他一起躺着一样睡着了 so resting a hand over him 然后他就 陪在他旁边睡着 sleeping alongside the man in the morning he awakens startled to find this strange woman by his side 先把这个读完 as she dances off the soldier gives chase she ends up atop a waterfall where she dances around the night weaving her body this way and that 好 所以早上起床之后 然后他就startled to find this strange woman by his side 所以这边也是一个分子勾具的概念 so he was startled 所以and去除掉 所以他就惊吓到 ok startled就是 ok 发现 诶 怎么有个陌生女人在他身边 结果这个siren又开始跳舞 跳了跳了跳了跳离开了 ah she dances off 那这个soldier就决定 来我来追吧 the soldier gives chase 确实就追上去 she ends up atop something 这个atop就在什么的上面 所以他最后跑到了一个瀑布上面 那这个女妖因为是很厉害嘛 所以她是不怕水的冲击的 所以她就在那个水上跳着舞 算是说那是个瀑布 所以她在那边 she dances around the night weaving her body 她的身体就在那边摇来摇去这样子 as she begins kissing him 所以总之他们 你可以想象他们 既然是一男一女 那我们想象这是一个二元的 性别世界的话 他们就互相吸引的感觉 或许是 she kisses him she begins kissing him her lips pierce his and in this bloody embrace the night kisses her forehead before headbutting her and knocking her out 所以当时在开始亲她的时候 她的 lips就 pierce his lips 她的嘴唇竟然是可以穿 就是伤害到男生的嘴唇 所以总之这个女妖是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 总之她们一亲之后 突然间爆血 嘴巴爆血 所以这个剧里面就有很多那种 那种血淋淋的爱的那种感觉 大家可以这么说吧 如果要是你是那种练痛的 练血的 你很喜欢那种 narly的那种剧情的时候 narly就是 让人家感觉会觉得 这个词就叫narly 我都不知道 我完 我会不会解释到这个字 我就用一个 来解释它 好啦 我希望你可以了解 所以让人觉得不是的 OK something that is 或者一个 gore这个字 这也是一个电影的种类 就是里面很多血腥 流血喷血 然后见骨头 不是骂你见骨头 是看到骨头 所以有那种画面 这种genre就叫做gore 也就是那种血腥片 这样子 好 所以 所以他们两个亲 然后就爆血了 这样子 所以在这个血淋淋的拥抱中 and in this bloody embrace 这个knight也亲他 而且亲他的额头 so the knight kisses her forehead 我们本来叫他soldier 他现在开始叫他knight 所以换一个名称 他这个骑士 也OK了 随便了 但是他亲他的forehead之后 他竟然就 他就给他一个头锤 这样棒下去一下 这个headbutt就是头锤 所以 我不知道你可不可以想象 为什么他们要来想办法 thwart这个siren 因为他的外表 全部都是那种很漂亮的珠宝 全都是珠宝 所以我不知道他们想要杀这个人 是为了夺取他的珠宝 还是因为他们认为他是邪恶的 不知道 总之非我足类 所以总之他就给他headbutt下去 棒这样 然后他就昏倒了 knock her out right and knocking her out while unconscious 而在这个 他昏迷的状态下的时候 unconscious就是没有意思的时候 the death knight takes advantage of the siren 这里有点分子构机有问题 这个unconscious应该 后面的主持应该是siren 不过不管了 所以否则的话会被以为 unconscious是death knight 在unconscious 但事实上是siren unconscious 他就这个占他便宜 takes advantage of the siren and begins ripping the treasure from her body 你看我刚说他身上的珠宝 他就开始扯扯扯下来 rip the treasure from her body after peeling off all the trinkets 这个trinket也就是他身上那些 装饰品啊 小玩意儿之类的trinket 所以他把他拉光之后 he takes off with a bag over his shoulder 他就把他装在一个袋袋 然后扛着就走了 while the siren tumbles into the water and back when she started from 所以这个siren没死 然后他就一路 摇摇晃晃的 就进回了水里 然后回到他原本开始的地方 the water turns red and as the stream picks up and gushes through the death knight takes a sip of the water not realizing that it's somehow connected with the siren 好 所以当这个 所以水就变红了 而当这个 当溪流开始 我不知道是不是 总之溪流就开始 这个暴涨起来 然后这个gush 就喷或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death knight 水变这样子 他不了解 他就喝了一口那个水 takes a sip of the water 他没有了解到 这个水基本上 跟那个siren 就有点连结了 因为是他的血 把那个溪流染红了 so not realizing that it's somehow connected with the siren in doing so doing what drinking so在他喝水的过程中 in doing so he inexplicably 这个字来真难念 ok he inexplicably inexplicably 所以也跟同学分享一下 就老师也不见得 什么字都念得很准的 所以我们前几天 才在我们的line群组 有讨论到 大家很多字念得不好 例如说th发音的字 或者我记得 另外一个 是Christy的样子 再说他很多的子音 会不小心带一个母音 我就说 这就是我们好好练习就可以了 所以你看 我再跟大家来练一次 inexplicable 如果它是形容词的话 inexplicable inexplicable 变一个副词ly结尾 inexplicably inexplicably 你看我多念几次也顺一点 对不对 inexplicably inexplicably all right anyway 所以秀出老师的短处 也让大家知道 如果今天你的英文 还在努力中的话 me too ok same for me inexplicably 好 所以他就 竟然就 不知道怎样了 他的hearing就 他就听到了 他就不是deaf了 and charges through the endless world 所以 然后他就继续冲 ok leaving the 他就 啊我听得到了 因为那个时候siren还在叫 所以他就 oh shit 所以他就把那个黄金都留在背后了 所以 while clutching his head 所以他就 抓到他的头脑 开始落跑 因为他很痛苦 这样子 the sound is too much 所以这个声音 才太大了 and he eventually finds himself back where he started from 所以他之后 跑跑跑 然后之后 又也是跑回了起点了 然后结果又看到了siren so the siren rises up shaking and eventually shrieking in his direction once more 所以siren起来了 在那边摇 然后最后呢 也是对他的方向 又继续叫了下去 所以shriek 这个字就是 啊就是叫 ok 一般的惨叫 就是shriek 这样子 so the soldier heads out into the water 所以这个阿兵哥 又叫他守绝了 不是night吗 好 所以他就回到了水里 似乎他就被这个叫声吸引过去了 and dances him into oblivion dances himself 所以他就开始也起舞起来 所以他被他的这个 总之可能是咒语 还是什么干嘛的 被搞到他自己也跳舞起来 就跳到 就把自己给毁掉了 so oblivion 就是就淹没掉 或者这个概念 所以他就跳到一个 也沉进水里去了 ok dances him into oblivion tumbling down to join the numerous other diseases in the water 所以他加入了 死了 剩下 就还有水里全部都是尸体 所以他就加入了这些尸体中 然后这个剧就结束了 好 所以 讲完一下这个剧情 希望可以引起你的心绪 让你自己去看 我觉得这个事实上的确是蛮好看的 好 那到这里差不多了 我们要不要复习一下下 我觉得还ok 点多就是这个with的句子 我觉得蛮重要的 大家希望是可以把它学起来 所以在什么东西呈现什么的状态下 这个状态用形容词放前面或放后面 然后后面你再把那个句子写出来 当然重点还是后面这个句子 所以你看下面这个 我打不开我的门 为什么 打开门是因为在我的钥匙不见的情况下 so with my key lost I can't open my door 这样可以 然后在我的健康慢慢下滑的状态下 我不再打那个比较有强力碰击撞击的一些运动 像篮球 so with my health waning over the years or with my health deteriorating over the years I no longer play contact sport like basketball 这样子 ok 这边的sports应该加复述才对 所以诸如篮球之类的这种会碰撞击的运动 那也可以把形容词放前面 所以在一个心破掉的状态下 我就不愿意交往了 so with a broken heart I am not willing to get into a relationship once again 好 所以用这个with的这种句子 我觉得是不错的 希望你可以学到点什么 All right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